同学们大家好,这次课我们开始学习PCB的设计,在学习这次课之前我们照例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点。 上次课我们学习了原理图转PCB的一些准备工作,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原理图的编译,我们看一下这个软件。 网络表我们还记得怎么生成吗?在生成网络表之前,我们先进行了网络表输出文件的一个路径查看,当然包括我们也可以修改这个路径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网络表的生成,还记得这指令吗? 在学完生成以后,我们可以查看网络表,在我们之前看到的路径下,就可以查到这个网络表文件。 而且呢,我们还学习了一个小贴士,怎么去在原理图中设计PCB的规则。 我们可以用放置Directive,然后PCB Layout这个指令来设计规则。 接下来我们学习了原理图的编译。 Projective,然后编译这个文档,点击,就OK了。 点击完了以后,如果什么信息都没有跳出,就说明这个文档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有Message窗口跳出,就说明这个文档是有问题的。 我们根据提示的问题点,然后修改这个问题。 这个信息的查看呢,在System里头,Message,可以看到。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原理图的空白处,点右键,然后在工作面板组的选项里头,找到System下面的Message,OK,这样也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试图的下拉菜单里面,找到工作组面板,找到System,然后选择Message,这几种都可以。 好了,做完前期的准备工作,都是在为我们PCB的设计做服务。 首先我们先熟悉一下PCB的整个设计流程。 PCB的设计流程,当然开始是原理图的设计。 原理图设计的同时呢,我们要考虑电路板的规划,要考虑电路板的功能。 所谓功能就是,我们要实现什么功能,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硬件去实现。 我们的电路板图大约有多大,我们原器件的封装要怎样选择? 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就要做这方面的考虑了。 就是设置各线环境参数了,包括电路板的边框尺寸, 导入网络表, 原器件的封装, 然后原器件的布局,就是这些原器件的放置的方式, 就是它的布局。 然后接下来就是手工布线了, 或者是自动布线。 布线完成以后呢,进行DRC校验, 校验完成以后, 文件就可以保存输出, 进行加工制版了。 是不是很简单? 前面我们把原理图的工作准备好以后, 我们这次课首先先熟悉下PCB的界面, 然后我们学习如何导入原器件。 导入完成以后, 剩下的就是连线工作了。 当然首先是调整布局, 调整布局以后就是连线, 连线完了, 这个板子就OK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PCB版图的设计呢, 新建一个PCB图开始, 我们先把这个生成好的PCB拉出来, 从这个项目里头,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做一个PCB呢, 文件,新建, 一个PCB文件。 OK,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它没有架载到我们的工程里头, 我们把它拖拽过来, 这样就可以加载过来了。 看到这个黑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域, 在这黑的部分里, 我们都可以进行画图, 我们首先熟悉下它的界面吧, 这些下拉菜单,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我们常用的就是Windows的界面, 这些所有的软件, 基本上都会有这些下拉菜单, 这是文件相关的, 文件新建, 关闭, 导入, 保存, 另存, 打印等都在这里边, 编辑呢, 就是撤销啊, 重复啊, 剪切复制, 粘贴什么的, 都在这个下拉菜单里头, 试图呢, 试图我们常用的可能会, 我自己个人常用的可能就是Fat Document, 就是我们让它以整张图的显示,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放大缩小什么的, 都在这个下拉菜单里头, Project It, 就是项目相关的指令, 都在这里头, 放置, 这是一些放置的圆弧啦, Fill啦, 然后Land, 字符, 焊盘, 过孔等, Desear呢, 就是一些规则设置啊, 什么的, 嗯, 网络表啦, 在这个里头, 工具菜单里头呢, 这个就是DRC检查啦, Viciner Rule Check, 这个我们换完版子以后, 要用它进行检查, 当然还有其他的指令, 补类第一这些, 可能也非常常用, 这个我们之后会学到, Out to Run就是自动布线了, 这个我们, 这个功能非常强大, 我们把所有的元器件布局好以后, 我们可以用Out to Run All这个指令, 让它自动把所有的线路布好, 然后就是, 接下来就是Report的指令, 生成报目表等等, Windows的指令, 这个之前跟我们之前的功能, 基本上差不多, 帮助指令,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些工具栏, PCB的工具栏呢, 可以分种几个不同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一部分呢, 是PCB标准的指令, 就是包括这些打开呀, 保存呀, 打印, 就是一些常用的标准的指令, 还有一个是过滤器, 过滤器呢, 帮助我们快速的找到一些元器件什么的, 还有这个是装配参数的设定, 这个是跟装配相关的, 这个是实用功能指令, 就是这些指令, 就是可能会平常经常会用到的, 比如像这个山格的调整啦, 比如像这个尺寸的标注啦, 都可能会比较常用, 很实用的, 这个连线指令呢, 就是这些连线的工具, 包括放置焊盘啦, 放置过孔啦, 走线啦, 都用它, 这是个导航命令, 再下面就是用户自定义, 基本上就是这些常用的工具, 它就放到这儿了, 底下是关于层的一些, 比如像这个是顶层, 这是底层, 这都是我们的走线层, 设计要层的概念呢, 相信大家多少对电路板都会有了解, 我们电路板常用的是双层的电路板, 就是上面一层, 下面一层, 可以有走线, 放置元气件, 还有一种就是单层的电路板, 一般用于比较廉价的玩具上面, 它为了节约成本, 它就设计成单层电路板, 这个其实是用的比较少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四层板, 六层板, 八层板, 这些也都是有的, 我们呢常用的是双层板, 所以我们以双层板为介绍, 不同的颜色呢, 就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层, 这样我们能看得清楚点, 像顶层我们一般用红色走线, 底层是蓝色的, 这是一个机械层, 然后这个是顶层丝印层, 像我们一些元气键标号, 比如说电阻的标号R几, 都用丝印层来表示, 底层的丝印层, 这一层呢是顶层的膝高层, 底层的膝高层, 然后这是顶层的组焊层, 底层的组焊层, 这四个层呢一定要区分清楚, 我们可以调一个元气键来区分一下这些, 那个能看得清楚一点啊, 有一个标准的固件, 这就是联系器, 好了, 我们就这随便调一个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有点类似灰色的颜色, 就是膝高层, 咱们再放大一点, 灰色的就是膝高层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膝高放置的位置, 我们焊东西一定要用膝, 焊锡丝, 膝放到这个位置, 就把管角和电路板连接在了一起, 然后这个组焊层呢, 比它稍大一圈,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组焊层其实就是我们带绿油的那层, 就是说我们阻止这个焊盘和其他的焊盘连在一起, 防止它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设置层阻焊, 不让膝高上这个位置去, 如果这两个焊盘离得非常近, 而又没有阻焊层的话, 很容易这个焊盘的膝跟这个焊盘的膝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膝高保护层, 这是钻孔层, 禁止不限层, 禁止不限层是我们用来, 一般我们用来画边框的层, 这是钻孔相关的, 然后这是一个多层, 对电路板图呢, 我们一定要对层的概念非常清楚, 这样呢, 才能进行PCB的设计, 前面我们原理图那么多准备工作都做了, 怎么实现原器件的导入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updatePCBDocument, 然后我们把它, 我们这个PCB文件有刚新建了, 但是没保存,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好了, 然后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显示, 我们会添加这些原器件, 到这个PCB1.PCBDoc, 然后我们选择验证一下, 全是对号没有问题, 然后, 好, 执行完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这个报告, 这可以放大一点, 你看添加了PCB1, 就是跟这上面的文字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关闭掉, 然后再看到, 这个也关掉, 我们看PCB1有什么变化呢, 你看原理图上的相关的原器件封装, 都跑到这边来了, 而且还会有一些很细的线, 这种线是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我们网络上的一些连接, 我们有这些网络标号, 网络标号相同的网络标号, 代表的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原理图为了整齐, 可以直接用网络标号, 但是我们电路盘图一定要把它建立上物理上的连接, 所以这些非线其实也叫预拉线, 就是我们比如看一下吧, 这个电容, 这个角, GND, 这是GND的信号, 这是GND的信号, 它们都是D信号, 这两个角一定要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 我怕你不知道, 我先给你预拉上, 你一定要把这两条线连在一起, 它的作用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原器件的布局, 布局完成以后, 把它拿线, 飞线连接的部分都连起来, 然后这个原理图就完成了, 听上去是不是很简单呀, 其实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但是这次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先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成就感, 大菜还在后边, 我们下次课再继续学习, 好吗? 好了, 学习了这次课,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原理图, 然后再把它像这样导到PCB里呢? 其实我想, 同学们在自己导入PCB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错误, 但是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错误, 一定要让它自动生成这些原器件封装, 一定要有到, 有这些飞线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如果大家害怕出错的话, 可以先画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哪怕你只有, 只画一个电源, 画一个电阻, 画一个二级管, 形成一个LED灯, 点亮的一个小电路, 我也希望你能把它 生成到自动的, 生成到PCB的文件里头, 好了, 这次课就到这里,